欢迎继续收听由紫禁故事制作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34章 骁老大吃惊 宫读生这边的小五心中同样惊讶 他与唐三交手不止一次 此时再看他出手 明显发现唐三有了不小的进步 而且他还发现 进入战斗状态中的唐三和平时的他似乎不一样 平时的唐三看上去只是一个温和的小孩子 可一到战斗之中 他的出手就变得极为凌厉 王生顾骨的身上伤痛 眼看着灵妃被唐三一脚踢飞 顿时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怎么样啊 小老大 服不服气 我们唐三可连魂力都没有呢 我看你们还是认输得了 省得受皮肉之苦 小老大阴沉着连走了出来 连摆两场 他已经到了不得不出场的时候 他自问本方之中除了自己 也没有再被林峰强的了 低落的事情如果不能及时挽回 剩余的决斗也不用再打了 只有一灵力手段击败眼前这个小子 再把小五打败才能挽回面子 小老大 小老大冷冷冷地看着唐三 此时他脸上的轻蔑和不屑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凝重 包出自己的武魂和等级 是一种对对手尊重的表示 一边说着 一层青光从小雨晨的身上冒了出来 青光闪烁之中 他身体的肌肉开始膨胀 双眼渐渐变成淡绿色 双臂缓缓抬起 手爪向前 指甲变得尖锐起来 一圈白色的魂环从脚下升起 正是武魂附体的样子 小雨晨作为学员老大 此时就显示出他聪明的地方 他的武魂是什么 整个诺丁学院不知道的也没有几个 但他所面对的唐三就不一样了 对他来说 唐三的武魂到现在还都是神秘的 先爆出自己的武魂 为的就是在动手之前 得知唐三的武魂是什么 这样一来 多少也能够有所准备 这爆武魂的规矩 唐三听大师说过 除非对对手不屑一顾 不怕对方成为永远的死敌 在面对对手爆出武魂的时候 一般都要爆出自己的武魂 表示互相尊重 切磋记忆 是废武魂 这早已经是整个大陆上公认的 哪怕唐三本身的实力不弱 但武魂的差距也令他们根本不需要再担心 高上一个层次的肖老大会输 你刚才说你多少级 肖老大可不像他手下那么大意 因为背后的喧嚣 因为背后的喧嚣令他没有听清楚 唐三爆出的等级 一边说着 淡淡的白光从唐三身上亮了起来 抬起右手 又用蓝蚓草从掌心中生长出来 随他右手挥出 蓝蚓草在脚下飘散 一圈明亮的黄色浑环从唐三脚下升起 盘旋在他身体周围上下滤动 黄色浑环的出现 就像重重冲在那些高年级学员的嘴巴 大笑立刻变得凝固 有几个甚至还张大着嘴 看着唐三就像看怪物一样 百年浑环 小雨晨倒心一口凉气 白色代表十年浑环 黄色代表的就是百年浑环 相差一个级别的浑环 在双方魂力同等级条件之下 起到的作用将是决定性的 这怎么可能啊 唐三身上浑环的出现 可以说颠覆了这些学员 对于武魂的认识 一年级代表只有六到七岁的年级 一年级就修炼到魂师境界 这在整个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历史上 也没有出现过 更何况 他的武魂还是被称之为废武魂的蓝银草 一名高年级学员忍不住说 老大 废了他 不过是一个蓝银草 浑环厉害点就有什么 等待 闭嘴 小雨晨大喝了一声 打断了手下的话 不过是一个蓝银草 小雨晨心中想的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蓝银草是废武魂没错 但到了魂师境界的蓝银草 就有点不一样了 而且 他身上还有一个百年魂环 这根本不可能是他自己获得的 既然有人能够帮他获得一个百年魂环 并且帮助他修炼到魂师境界 那么 眼前这个一年级的小子背后 会有多大的势力 小雨晨的父亲 就是诺丁城的城主 否则他也不会在学院里如此嚣张 连老师都很少去管他 从小就看着父亲在官场上的种种行为 他多少沾染了几分官场气息 所以首先就想到唐三的出身 他的父亲曾经千叮宁万嘱咐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大家族是绝对得罪不得的 他们甚至比帝国皇室还要恐怖 皇室还会顾及面子问题 但那些大家族却根本就不需要 惹怒了他们 带来的就是灭帝之灾 小雨晨忍不住问 你真的是攻毒伤 唐三淡淡点了点头 开启浑环之后 那种全身充满力量的感觉 令他有些热血沸腾 他现在也想找个对手 好好较量一番 看看质变之后 自己的实力究竟达到什么程度 他说 动手吧 此事已经到了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程度 小雨晨心中留了个心眼 就算自己战胜眼前 这个一年级攻毒生 也绝对不能伤害他 如果说凌峰的铺亲是灵巧 那么小雨晨的攻击 就是爆炸性的霸道 拥有一个魂环之后 他的力量根本就不是 王胜左能相批的 哪怕王胜的武魂 是寿终之王 在武魂等级跨阶的情况下 也远远逊色于小雨晨 面对小雨晨的普及 唐三就不像对凌峰那么悠闲了 拥有一个魂环和没有魂环 绝对是两个概念 小雨晨的身体刚扑出来 从身上透出的魂力 就已经笼盖了唐三身体 中围三平米的范围 这是绝对力量的补给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技巧 要的就是硬碰硬 硬碰硬嘛 那就来吧 虽然力量并不是唐门弟子的擅长 当唐三现在也想看看 自己的玄天宫 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当下 宫距双掌 在修前缓缓退出 迎向了小雨晨的狼爪 小雨晨的属下们 此时脸上都已经流露出胜利的笑容 百年魂环又如何 这个笨蛋用自己的手 与萧老大的狼爪去碰 那简直就是找死 他们可是亲眼看到 小雨晨在五魂附体之后 凭借双爪之力 抓碎十块的 小雨晨的手 要比唐三大了很多 他心中其实是在犹豫的 要不要利用自己的爪力 他相信 凭借自己的爪力 一定能够捏碎唐三的手掌 这张笔试也就算是结束 可那样做了 他背后的人会不会 呼吸的速度何等之快 还没等小雨晨想清楚 他的双爪就与唐三的双掌 碰在一起了 碰的一声闷响 星与白两色光芒同时亮了起来 一圈气劲爆发产生的气流 吹拂着周围观战众人 脚下不稳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下集更精彩